空拍镜头下爆炸火球 穿出天际 另一个角度更清楚 整栋箭竹被炸开 瓦砾飞散空中 以色列出动战机轰炸 他们说这栋箭竹是哈马斯领袖哈尼亚 在加萨的住家 除了空中攻击 以色列士兵也持续在北加萨地面追杀哈马斯 沙迪那名在激烈交战中变成废墟 从平房到学校一发现哈马斯身影 以色列士兵猛力攻击 只听见枪声四起 废墟中浓烟滚滚 以色列也公布重大发现 这件黄土和瓦砾残骸下 出现身不见底的洞口 军方说这就是哈马斯 在加萨西法医院的地道入口 白宫也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 医院下方就是哈马斯的指挥总部 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指控 哈马斯召开记者会大声反驳 就连约旦外长也跳出来帮枪 他还向CNN控诉以色列说谎 据于在加萨南部 甘尤尼斯等大城 传出收到以色列空投传单 要求他们再度撤离 以军攻击范围可能扩大 也再度引发恐慌 TVBS新闻中文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